小孩子不能看 别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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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像蛇一样 把皮给退掉了 果然是这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鬼 那不是鬼 是活人 等等再给你解释 不出意外的话 那女人准备行凶了 活到老 学到老啊 世间真是无其不咬 他要谋杀亲夫了 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那女人 走 你去找他 我去找 据我所知 这种东西 喜欢新年轻女人的险 假如是魔法师的话 她的兴趣会更大 我去看着那个小孩 你去小区里 把那个女人找出来 好 好 根据楼房不同的光暗差变化 完成坠落对影 是暗影戏 是暗影戏 不要啊 不要啊 关系 就亲一下 小心有能力 是啊 人灵 林子里没有 到屋檐那里去问问 年龄在二十岁以下 又是魔法师的女子有哪些 好 你们继续啊 问过了 符合情况呢 一共有七十多户 不过 有直接登记是魔法师的 大概有六户左右 哪户里那个女人的家最近 最近的一户 是三个女生一起合租的 我正在赶过去 要快 尽快找到她 不然会出人命的 怎么是你 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喂 说什么呢 你巴不得我们有事是吧 我在这儿吧 难道推算错了 说话呀 抱歉 我走错了 我还有要紧事 奶奶 别过去 她是魔法师 能撑得住的 你是什么戏 光 光戏的 跟在我后面 有 有妖魔吗 别出声 死小鬼 总算逮着你了 猎拳 别跑 我去 等全是那样的 没有暗处 根本无法施展暗影技能 范墨 有情况 你快回来 又怎么了 那女人的丈夫 她 她也在褪皮 灵灵 怎么回事 这对夫妇都有问题吗 说到那个女妖了吗 让她跑了 现在什么情况 我这边还有三个姑娘等着我救呢 她 她们暂时没有性命成药 你怎么知道 别问了 快 现在保护孩子最重要 好 可不 就吃了苦 我与她 最烦的就是你哭 老公 快 她还没有完全退皮成功 等她退了皮 小儿就死定了 队营 你 从现在开始 我就再也 怎样又听到 一只嘴儿的哭声了 不好 唯一 竟然麻痹不了 换现实的东西 给我出来 范木 那妖力打无穷 小心呢 怪我 今天你莫凡爷爷 就要替天行道 什么 不是吧 你们还夫妻联手啊 两个一起太难对付了 我来救你 你不用担心我 暗影戏用不了 那好吧 血兽血 你有血兽血 太好了 快带这孩子走 别面战 会圣经无辜 可怕 我已不灵眼 再遗免了 八蛋开亮点 变得伤了眼睛 啊 副个猫献血啊 差点猫害死了 怕连来楼里无辜的人 所以在屋子里不敢轻易释放魔法 既然你们现在追过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白夜 猎拳 红天 凤波 你没事吧 孩子没事吧 都挺好的 我得到刚才那三个女学生那儿去看看 你快去天台 我的猎拳威力比普通的终极魔法还强一倍多 那两个妖怪吃了一个满满的红天猎拳 就算没死也残废了 没想到你还挺烈的 被一个小学生夸两句怎么那么高兴 那只母的呢 可能刚才那只鳞皮母妖 用公妖挡住了自己 保住一条命 然后跑了 好狡猾的东西 那三个女生没事吧 不在房间里了 其中一个女生没有受伤 想必是带着她们去医院了 这只呢 死了 这 这家伙到底是人是妖啊 是鳞皮妖 吸人血 然后寄生在人的身上 短时间的只要将他杀死 他就会再退皮 被寄生的这个人就能恢复 继而得救 那赶紧去找那个母的 然后救那个女的呀 不 我们委托算是完成了 剩下的琐事 交给城市猎妖队吧 救我 救救我 救救护车 他是人 别让他死了 丫头 你确定 不会再变妖怪吧 他是委托人 要是死了 我们另外二十万就没了 等等等等 喂 喂 一二零 我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醒了 可我能睡的 这不才中午吧 我很晚才回来的 兄弟 你睡了整整两天了 那天晚上你到底干吗去了 累成这样 别提了 那只母妖会逃到哪里去呢 真的就这么放人不管了吗 这大城市的妖魔 看来更是防不胜防 我得更快提升自己的修为才行 耽误好几天了 这段时间一定要安心地修炼 我记得火系和雷系即将突破到中阶的时候 星辰周围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好家伙 今晚就把你破了 小泥角 看你的了 小泥角 来 给我冲破它 ND 就可以了 你需要冲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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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你看看 获资 猎 雪拳 雷印 霹雳 盾影 巨影钉 刺人召唤 整整七个技能 我看谁能挡我 莫凡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都会要报警了 报什么警 我好多暖暖在闭关修炼 你一向神出鬼没的 我哪知道啊 对了 有个姑娘满学校找你啊 姑娘找我 漂不漂亮 性不性感 未成年的小姑娘 玲玲 喂 今晚咱们学校体育馆 有一场明星演唱会 我正好有两张票 寇有约没空去 要不给你吧 一边待着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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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远呢 您的饮料 真的假的 只要我们把那个女人救回来 那家男主人就给一百万的酬劳 不是酬劳 是委托金 这签是预付的 那你赶紧找啊 我去带 不对 我去救她 嗯 草莓奶昔 但我是小孩子 好 好 猎人大师 你看 嗯 地图 这次你不会在全城都按了摄像头吧 才没那么麻烦呢 这不是一般的电子地图 只要我接入那个女药的血液数据 这上面 就会马上显示出她所在的位置的 哇 你可真厉害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都会做 待会有血色红点出现的方位 就是那个女人所在的位置 怎么还没有啊 太阳快下山了 再等等 这种寄生妖魔 白天和正常人没有一点区别 只有到了夜里 妖魔需要汲取养分 才会出来行凶 哇 好好喝啊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这个黑点是什么 那是我们在的位置 哎 有红点了 哦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灵灵 你这仪器是不是出问题了 不是说追踪那个灵皮女妖的吧 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的红点 你别告诉我 这灵皮女妖还有分身的本来 不可能的 我的这个仪器是不会出错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这些红点 多的都快组成一个红斑了 你快告诉我 这寄生妖怪 有没有可能像传染病一样传播